画面中突然传出爆炸与尖叫声 现场开始出现骚动 这场庄严的哀悼仪式 透过电视在全伊朗播放 但却在20分钟内 接连发生两起爆炸 伊朗直指这是恐怖攻击 苏雷曼尼四年前 被美军无人机袭击身亡 因此在忌日吸引大批民众调眼 即便目前没有组织承认负责 伊朗官方的快速定调 将矛头指向以色列 不过美国立即跳出来否认 以色列有跟此次攻击关联的证据 白宫表示不希望看见以哈冲突扩大 但连续两天针对伊朗 以及哈马斯的杀戮恐怕难以善了 因为哈马斯的二把手 卡桑旅的创始人之一 连同几名哈马斯高官 一起葬身这次攻击 以色列对此不承认也不否认 而这位二号人物艾鲁里 在藏身之处遭到拘杀 真主党已经表明将予以报复 美联社则报导指出 如果以色列真为主谋 中东冲突势必进一步扩大 记者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